随着全球科技不断进步和发展之后 战斗机的整体水平也得到全方面的提升 目前基本以五代隐身战机为主 在这一领域 中美俄可以说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 而美国是全球最早拥有五代隐身战机的国家 也就是熟知的F22 根据了解呢 F22由波音和F22的国家 和洛马公司合力研发 在2005年开始服役 造价达到1.5亿美元 共计生产195架 其中包括8架试验机型 以及187架标准机型 据悉 该战机采用了外侵双锤尾气动布局 配备两个大弹舱和两个侧弹舱 可以发射AAM120空空导弹 AAM9GBU等多款系列的导弹 除此之外 该战机还搭载两台F119发动机 最大推力达到104千牛 加力推力达到156千牛 最大航程为2963公里 作战半径却仅有759公里 最高飞行速度为2.25马赫 再加上配备了极为先进的中央数据处理等多款航电系统 让这款战机的实力可谓是直线上升 但是作战半径确实有点不敢攻没 至于俄制苏武器战机 虽然是苏霍1研发的单座双发隐身战机 但是一直饱受质疑 具体苏武器搭载两台AL41F发动机 加力推力达到167千牛 最大航程为3500至4300公里左右 作战半径大约在1200公里左右 此外呢 该战机可携带10吨左右的弹药 并且拥有两个内置弹舱 除了可以发射中距离空空导弹 也可以外挂智能炸弹和远程导弹 然而曾经这款战机发生了自然事件 再加上有消息称 可以从近期到看到发动机叶片 因此呢 对该战机真实的隐身性能产生了质疑 当然 苏武器的其他数据要比F22强一些 而G20作为中国研发的五代隐身战机 前期搭载AL31F发动机 随后为其更换了涡扇10发动机 最高飞行速度达到2.5马赫 最大航程达到5500公里左右 作战半径可能在2000公里左右 当然呢 G20作为一款优秀的五代机 拥有一个内置大弹舱和两个侧弹舱 大约可以搭载6至8枚霹雳系列导弹 并且还配备了丝毫不弱于 美俄五代机的航列系统 再加上还具备超视距作战能力 战斗能力堪称全球之所以 此外呢 这仅仅是搭载涡扇10发动机的歼20 如果换装涡扇15 未来整体性能或许会再次得到提升 因此可以说 纵观初美俄三国五代机 作战半径对比 美俄五代机似乎略逊一筹 同时也意味着歼20 在作战半径领域可谓是占据榜首的位置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西方忌惮歼歼20的原因所在 甚至可以说面对作战半径达到2000公里左右的歼20 即便是美俄也只能干瞪眼